挑出去 这是右向勾的写法 那么请朋友们看下面这个勾 严格的说 这一笔应该是一个数再加一提的写法 我想呢 把它也归在勾里边来讲 这是另起一笔 请朋友们看 例如 这个上面接上上面的笔画了 中锋完成了 然后再另起一笔 顿笔 请朋友们看 平勾 就是指的宝盖右边这个勾 它的写法 方向不同 写法和左向勾一样 请朋友们看 笔录图 我下面写一下 中锋行笔 提笔 顿 再回风 再顿笔 出风 所以在笔录图上 就是有顿笔 转笔 回风 这个位置 代表在顿第二次笔 再出风 请朋友们再看一下 提 顿 回风 再顿笔 下面这个笔 是格勾 格勾是这样 藏风 顿笔 出风 行笔 到了底端 回风 再顿笔 再出风 所以在格勾的笔录图上 在钩的表现方法是 也是这样 回风 再顿笔 再出风 所以这是 笔录的表现方法 也有区别于 这种写法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还要顿笔 再出风 战士的战 和戏剧的戏 这个格勾 都是这么写法 下面有个平弧钩 就像 心情的心 和必须的弊 是这样写 它的奇异笔 是陆风 显法 中风 回风 再顿笔 再出风 这是 这样写 再写一遍 落风写法 不用 不必仓风 回风 顿笔 的出风 这是平弧 这样的 钩法 下面有一个 竖弯钩 这个钩是往上挑 和平弧钩 方向差不多 大家请看 大家请看 逆入 顿笔 转折 烧带圆弧 回风 再顿笔 往上挑 下面 我们讲讲 条 也是一提 一提的写法 它的奇笔和横的奇笔一样 横的奇笔是这样子 这条呢 它只不过是方向不同 如果把这笔给它正一下 那么它就是个横的写法 所以会写了横了 那么这一条 也就会写了 请朋友们看 逆入 着风 顿笔 这地方也要转管 转风 小车去 凡是在出风的地方 不要轻易的 速得很快 也要立送笔端 请朋友们再看 逆入 顿笔 粘管 就是逆时针 粘 立送笔端 下面讲 撇 撇呢 有几种撇 先讲短撇 它的奇笔 和竖的奇笔 一样 也是方向不同 竖的奇笔是这样 这个呢 撇的写法 给它正一下 那么和竖的写法 是一样的 请朋友们看 逆入 往右上方 行笔 再顿笔 它也是出现一个方能 这地方也是区别于 岩体和欧体的地方 下面再讲长笔 它的奇笔也是 逆入 直接顿笔 往左下方 行笔 快到结尾的时候 把笔 逐渐按 再逐渐收 在这个位置 在接近结尾的时候 还要 宽一些